新版社板桥发生的飙车族谈判纠纷 双方绕人来 一方80人一方只有20人 现场发生了打全架 结果最后他们说只是路过而已 飙车族聚集五六十辆机车 堵在板桥环河路上 揪了80多人 要和另一方青少年谈判 对方只来了20人 青少年仗着人多 棍棒西瓜刀甚至亮出了瓦斯枪 就在镜头外围殴 不到一分钟时间 一大票年轻人一哄而散 只留下一名被砍四刀满身血的青少年 以及同伙 警方获报出动快打部队 你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怎么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被打 你们要跑 那还不是吗 你没讲吗 我们被打啊 对啊 没关系 一切到我们拍手啊 对方也他们被打啊 对方现在你在意愿哦 这是我们自己的朋友 警方现场逮捕14名青少年 统统带回派出所 但每个人都变称 只是路过 你不用扣啊 我都去跑了啦 不用扣了啦 都出去跑了啦 都很奇怪 为什么要遮牌 为什么要改车 车牌干嘛 青少年企图用口罩遮车牌 甚至把车牌被远警当查两包 那他们一样是告诉我们说 他们只是路过 但是根据监视器画面呢 他们确实是有聚众的情况 党人的义方将近80人犯后立刻逃逸 警方过滤路口监视器 锁定21辆机车 因涉嫌杀人未遂 将约谈这群嚣张的青少年盗案 记者许志明 陈嘉明寿司阳新北市报道